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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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先做一个简单的表解 那这个卦是第三卦 卦卦呢在一间里头就是四卦 来讲它是摇摇阶级的一个卦 也是唯一一个摇摇阶级六摇阶级 所以可见这个卦 是一个正能量非常强的一个卦 因为它摇摇阶级 然后刚刚这个阿水讲到山 哦 原来我们知道 这个很多洞都是在山里面 所以古人一开始 他还没有建造房体 还长一长以前山顶漏人的年代 很多都是在利用山里面的洞 来过生活 这种安全的房子 这样的地方 所以山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中间是有洞的 现在很多大山里头都有洞 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 有的时候通到地 很深深的地方去 然后这个山呢 跑到这个地之下 为什么这样的卦是又要坚持 因为它这个呢 本来应该在这个之上 前跑到这个之下 代表了它有一股 谦卑的能量 它才业底这样做 就好比说 我们打个比方来讲 这个就好比董事长 这个就好比眼光 他因为这个董事长 很有谦卑的能量 他们对每一个员工 都非常的千功有力 很比敬 所以这个员工对他们 就非常的尊敬 就是说 当老板的人高高在上 你要得到员工的尊敬 你不可以太招傲 这个话题就是说 你如果对下面的员工 很尊敬 很千功有力 他们会更尊敬 这样子 所以 他的意思就很清楚了 就是说如果以牵挂来讲 他刚好可以涵养 一个人的生命高度 好来帮我们读一下 生命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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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一个人 受人尊敬的程度 越受人尊敬的人 生命的高度越高 低到极处方位高 越千功有力的人 越能展现生命的高度 耶稣说 谦卑的人有福了 千受益满昭损 生命的高度 代表生命过程中 实时受益的程度有多少 越高代表越多 人走过这一生 有些人 他实时受益 他得到很多保住的意思 有些人呢 可能 人生越走越不碎 人生越走越不碎 好像东西 有些人 也存亏 最后 生家自己 顾虑他在一个人 连家人 连所有这些有心的东西 都还得到 那个关键就在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 那种生命高度的展现 那我们这个挂 为什么 為什麼我們這個畫像是這樣子 我們再看一下 為什麼是這樣子 叫做錢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是處在這個位置 處在我是人家的言公 當然我對上面的人會很尊敬 就是會很恭敬 就像我心裡面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也必須要表現出這樣子 所以當你在下面的時候 你展現出來的恭敬 謙卑那麼不算 那看你有一天來到很高位的時候 你還能夠很謙恭很謙卑 這個才算真正的謙 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謙恭的修養 是要等到他有一天 他位置也很高的時候 你再看他是不是還能夠謙恭 有理這樣才真正的說 這個人他謙卑的修養跟智慧很高 這個意思就是 這種低道極組方位高的意思是這樣子 好 那這一個掛呢 是一經裡頭唯一 六個以來都是指 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對人千功有理就會很順 人生就是這樣子 你對人有禮貌就千功 那人家給你的幫助就會多了 就算他沒有給你實質的幫助 他口頭上跟你講 怎麼做怎麼做 給你今天的傳承 那也是一種幫助 所以這個謙 代表謙卑低下 有容乃大 所以大海能夠承其大地 他夠低 非一個人要偉大 他一定要謙卑要低下 他能夠承其大 所以他是這個終生奉行的美德 另外這個掛還有 是應該六搖階級 還有一個意思就是 有這種修養的人 做事情會比較順利 太強勢的人容易 因為強勢就很容易 感到困難挫折 因為溝通協調 各方面做得不好 所以他很強勢的人 不是大好就大壞 如果這個能力非常好 他強勢可以 如果他的強勢只是他的個性 他就會遇到很多問題 所以人寧可 用謙虹 用謙卑低下 來面對你的人生 來走你的人生的路 這樣會引力用很強勢的方式 會來得好 因為他會讓你們做事情 很順利 所以他是很值得我們修養的一種 美德 藏在心中 都不要外熱 所以這個謙 對我們在道場來講 也很重要 我們學習 把要逆比很重要 他是第二文貨 來幫你們讀一下 千亨君子有蹤 君子能始終保有謙虛的態度 不能亨通 要能在不同的人事時空都保有謙虛的態度 只有有德的君子能做到 君子就是因為有正門的堅持 故能亨通 亨通代表事情的順利完成 有實有蹤 故曰君子有蹤 這一個人做事情能夠順利完成 這個叫做有蹤 有蹤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說 如果是一個有謙卑修養的人 像君子 他就比較容易把事情順利完成 有實有蹤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只有君子有辦法把這種謙卑的修養 從頭到尾有實有蹤的守著 所以這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 如果我們今天做任何事情 我們就是東西情誼 表現我們的一種謙虛 謙卑 好比你今天接一個職務 前面離開的那個一定要是情誼 如果你認為 我比他強 你就不會去向他請教 如果你認為 前面那個人做得很糟糕 我來我一定要做得比他強 那如果我們有這種心態 我們就不可能去跟前面的那個人 細心去經歷 那你沒有去跟他細心經歷 他也不會主動還對你講 所以你就算能力再強 你也要從頭開始摸屬 因為你完全不知道 整理的所有的情況 你多一些情誼 他就會跟你講 你就會節省很多的力氣 就算他沒有跟你實實幫助 他也不會到處跟你講一些不好聽的話 那你向他請誼 甚至他也會讚美講給別人聽 然後那個西南那個看起來很好 那那天來我這邊 他很細心地請教了很多 代表這個人很謙虹很謙卑 他可能會跟你講一些好話 如果你又不去拜訪 不去請益 那他也不可能主動來幫你 甚至他也不會對你講好話 所以人就是這樣子 謙虹有禮的人 謙受禮言就對了 但是他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只有君子 有辦法從頭到尾 把這個謙虹做好 所以謙虹有禮 好我們來把 擺陽義的掛詞也註一下 謙虹人謙並行 有德君子 謙謙為德 賢以致用 人之用何為貴 何至者成 行之為甚 知行並重 好這一個謙虹 擺陽義非常的好 因為他補充了很多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他告訴我們 我們說修這個德 要從謙虹 謙虹開始 另外呢 謙虹 要成一中行一萬 所以 戴著慈悲行謙虹 而且 要以何為貴 如果你吵架 就沒有謙虹可以 這樣 你有謙虹的態度 但是不小心 跟人家吵架 你的給人謙虹謙虹的態度 的影響 完全就沒有 我們這叫何為貴 很重要 還有 一定要 像禁止有蹤一樣 要恨斥這次 而且 謙虹最容易知道最難行 所以要自行並重 另外 所有的聖賢 對我們身為盛行的人 都是很謙虹的 像 周公 以前下次 一幻三途路 一目三惑坊 那樣的一個謙虹 好 來 讀一下 人謙並行 勇德君子 以謙虹再謙虹的態度 來培養德性 對人顯出來就是恭敬心 以仁愛之心來行 恭敬謙虹就是 能與人和樂相處 持之以恒 涵養成五位 謙虹君子 敬而效法聖人的典範 並能知行何一 好 所以牽掛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 那一種智慧 因為一個人 人生要能夠很順利 不是天生樂方法 那我們永遠都要學習 學習這個掛 這個掛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下面六個語 我們要請我們君利 君利 君利 君利特別從來來 比上來找我 因為他也是我們 線上學院的優秀的學生 在我們研究成員 他用疫情研究生裡面 受過斷練 報告了很多次 那今天我特別請他來 報告這一個牽掛 對不對 我現在掌聲來歡迎 好 謝謝 謝謝 阿天師的健身檢大師 對 阿天師的健身檢大師 對 各位健身檢大師 大家好 就很感謝那個 兩師給或許這個學習機會 就是還在學習 只能學習報告 大家出現在也有這種討論 那兩師都把我們牽掛的那個 要義全部都講出來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 我們這種牽掛 我們在學易經的話 我們就是從畫像來看 那這一個組合就是 地跟薩納 地跟薩納就叫 告訴我們人要謙卑 從謙卑的出發 那我們今天來到場學習修辦 那就是為什麼要提升自己 所以我們今天主題叫做 涵養生命的高度 我們不白來修 就是我們一步一腳印 那如何堅守正道 就是這個謙卑一定要鎖住 他常常就是說 剛才兩師講的那個 所有的經驗就是 其實每一個人都常常會失敗 會發生不謙卑的情況 但是我們就是要學習 學習 學習 微光板照這樣子 好 下一頁 可以嗎 好 那這或許結了一個圖 這個是 這是達摩祖師嘛 那我們就是修道的話 就是要正本清源 那我們的心要鍛鍊 像我們學習白漾 一經就是全方會鍛鍊 那我們平常在日常生活中 就動中取進 動中取進 那是最高階階的 所以我們以針來應針 要指雲至善期保定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周一剛才那個 雅師有介紹的那個 那個掛詞的部分 就是千坑君子的周 君喔 我們今天學的一經叫做君子人 我們這 我們自己就是一個君子 君子就是大人 那有六搖嘛 從初六搖講的是千千君子 是我們要學習 每一個人都是千千君子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千千君子 只是我們被那些無名啊 業力啊 或是這些整感障礙住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剝胎見日 把千千君子把它顯露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寧先 就是人的時序啊 就是時間慢慢的推展 從初六搖開始 剛好我譬如說剛步入射位 或是我剛進入道場來學習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千天君子用射大船 就是比較危險 但是我們用景年盛行 步步唯一 步步來請示 步步來請地 那我一定會起會做得很好 那漸漸的展露頭角 就是來到六二搖 那六二搖的話就是寧千 寧千就是被聽到 我被發現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還是要堅守這個正道 這是真體的真 那這個時候 我們也是一個禁 那來到九三搖 我們這一個那個這個牽掛 我們可以看上面的這一個 牽掛的部分 裡面唯一個羊搖 唯一個羊的 就是這一個那個九三搖 他是勞奸君子有忠極 他兩次講得很好 有忠有兩的意思嘛 就是有始有忠 再來只有君子才能把這件 這件事情做到好做到圓滿 就是我們堅守我們那個正道 我們那一個 那一個子魚至善的那一個 光明的自信的本性 那當然啊 你要做這樣的話 你都要付諸嘛 所以他這個來到九三 叫什麼牽 叫明牽 這個牽有 大家都說 這個牽掛是遙遙階級 遙遙階級 遙遙階級是最上的掛 那每一個掛有不同的涵 那表示我們的涵養的提升到哪裡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牽掛 多有了解 我們的智慧就會打拆 那來到六四搖 就是無力叫灰籤 這個字念灰 那灰籤就是可以花灰 你慢慢的從來到六四 你可能可以承擔一個幹部 或是什麼一個職責 那你可以發揮你做得很好 那謙一樣謙虛的態度 謙虛的一個態度 拿出來服服力 你還是會做得很好 那到六搖的話呢 就是不負以靈利用清法服服力 不負以靈就是說 我們一般如果別人 在因緣上面不是那麼融洽的時候 對我們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會想來討好他 比如說送點東西給他吃啊 買個東西給他 或是用錢財來收買他的心 但是謙卑的聖能君子 是用德性來改化的 那所以他會利用清法無無力 無無力就是說 一樣用德性來改化 那這邊待會會講到 典安詩豪的書裡面 他有講到我們諸葛統明 他那個七出 那個這個叫目獲 目獲七請七七五送 七七送 就是利用清法無力 用他的人跟他的親愛的心 慈悲心感化他 來到這上面就上六 上六就是最高的 人生的最高境界了 就是你可能已經 人生什麼都經歷過了 那你已經沒有實權了 那你這個時候呢 你只能利用行思來爭議國 你還可以利用一點點 因為你沒有權利了 所以你可以利用你 你的那個忍害謙虛的心 要把他實際拿出來 而不是只有口頭 有些人是嘴巴講謙卑很謙虛的 可是他實際上是沒有謙虛的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你已經來到明謙的 最上面的這個至高的境界的時候 就是最高的一個謙的情況的時候 就是可以利用形式來爭國義 國義的話 這個異國 異國講的是說 可以自己的範圍內 可以管強的範圍內站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再慢慢的來解釋一下 這個畫像我們可以看 這個山在地的下面 他高偶不愉悅 所以他就是謙卑跟連正的意思 連正我們最有的 是堂堂正正的 而且是連又連能 那山崇高居在地下 那地氣會從低處往上行 所以謙卑是崇高的 謙卑是崇高的 那山這個更在內是有所不為 那在外呢 在外就是要學習崑道的 那個地就是崑 崑德的話 它是柔順在外以待人於崑 等於說那個方正的意思 就是我們一般會說 這個叫什麼 內圓外 外界正外 這樣 這樣 這樣我原聲就會原 就是你那個正道就有守住 叫做正止於內而有所不為 崑柔順在外以待人 這個原則 這個道理守住之後 人色一定目會光明 那君子呢 謙卑以字目 柔順以主事 字目就是什麼 自己要求自己 自己涵養自己 自己把自己的智慧拿出來 所以那個謙呢 好 我們可以檢驗一下 這個謙是什麼 謙卑謙虛 禁盛連結之意 好下一篇 那再來古書裡面的 國簡裡面 這個謙跟這個口 口的謙也一樣 在勤儉的部分呢 這個靈跟這個謙 跟這個臉都一樣 這是在形容我們這個謙卑 你除了你內在而發出來的 這個謙卑以外 你還有禁盛 你還有連結 你品德很高尚 我們有一個很高尚的很結清 很清高的一個品德這樣 好下一篇 那這也是古書裡面有寫到 這個謙 這個連 這個謙就是肩並的意思 所以來到我們剛才的六 跟上六的時候 就有提到那個法 戰爭的部分 所以它是肩並的意思 就是下更為首 取之意 上五分為邦號 合起來就是 取他人的邦國 符合肩並的意思 所以如果這個是 以國對國的情況之下 它有肩並 可是人跟人呢 它就是合在一起 融洽的情況 好 那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 光明的大定 陽光古照 那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測受 名詩一指點之後 我們都知道 我們有一個很光明的佛性 那我們這個謙 謙就是亨君子有中 那在範傳裡面 謙說謙亨 這個很重要 我們大家一起唸 來 天道下季而光明 地道非而上行 天道歸零而易仙 地道便零而流仙 鬼神害零而浮仙 人道惡零而浩仙 千尊而光 悲而不欲 與君子之終點 我們這個天道呢 它很高很大很光明 它夏季而光明 然後地道呢 它是很謙卑很低微 然後它是往上的 這個氣流是在運轉的 地道悲而上行 那我們這個宇宙運行的這個大道 這個道是怎麼樣呢 天的道它是什麼 它是虧銀 虧銀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以多補少 補少 虧啦 虧銀啊 你銀太多了 它就把你減損一點 然後給那個需要的人 叫虧銀 叫做易仙 把這個好的 給這個謙 有謙卑的人 有謙虛的人 謙得的人 叫做天道虧銀而易仙 所以在我們人生不順遂的時候 或是我們發達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時常保持住 我們那個謙卑的心 我們那個正直光明的心 那天道一定會護佑我們 叫做虧銀而易仙 那你地道呢 是便銀而流仙 地道會變動 那變了之後呢 那銀的就會流出來給需要的 叫做地道便銀而流仙 那鬼神呢 鬼神分是需要的啊 人的頭上三十九神明 鬼神是害銀而浮遷啊 他就是 他一定會去保佑啊 去護佑啊 這些需要的人 那害銀啊你太多 那你取之若可能又不正了 又不來不正的話 那你就會被取掉 叫害銀而浮遷 那人道呢 像我們一般的人啊 我們就反觀自己啊 是不是惡銀而浩遷啊 也就是討厭 我們是不是不喜歡 太過那個同出 或是太過那個多的 然後我們喜歡那個謙卑的 就是高到的啊 我不喜歡 我們喜歡他是謙虛背下的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牽掛的畫像的道理就是 天道銀揮而易仙 地道便銀而流仙 或以神害銀而浮遷 人道惡銀而浩遷 所以有什麼謙 有一謙 有流謙 有浮遷 有浮遷 有浩遷 所以我們把這個謙拿著 放在心上 日情出來 我們日子 人生會會順利很多 好 那這個謙呢 就是尊而光 非而不可遇 君子之中念 這個謙呢 謙虛的謙 謙卑的謙 是尊 非常的尊貴 又光明 非而不可遇 你是沒辦法超越他 雖然他很低 你還是沒辦法超越他 因為他是最 他是意識最大 君子之中 就是我們至始至終 一定要堅持這個正道 然後穩滿遺跡的人生的光明念 好 那這個就是 後學就是剪了一個圖像 你看這個地 這個本來天空是在上面 他土地是在下面 光明的大地 我把它旋轉一下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叫做像 像就是來解釋說 地中有三千 君子以伯多益寡稱物平實 這個字念伯 伯多益寡 伯就是減少 就跟剛才的意思一樣 他都會去減少 多的他就把它減少 他會愛護 把這個多的人分一些分享給那個需要的 叫伯多益寡 然後稱物平實 就是林君 就是土外大眾 大家都可以好好地過日子這樣 好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六窯了 現在是初六窯 初六窯裡面就是 前天君子用射大川騎 就是這個千輩的君子 他不要渡過這個大河 這個大川是不是很危險 但是呢 但是他打從內 由內而外 他本質就是一個謙虛 他有德性又柔順居於對卑文的地方 謙卑再謙卑 謙卑再謙卑 就是好像人家說 伸手不打笑那個什麼 笑點人嘛 就是我們都是恭敬的態度 然後我們講話也有一個寒雅 不會出爐 叫文子彬彬 謙虛又謙虛 謙卑再謙虛 用這樣的謙虛來涵養我們自己 我們的德性是要涵養 是要學習 像我們講話要不要學習 做事要學習 這個就是涵養 所以前天君子非以置目 置目就是自己要求自己 自己涵養自己來提升自己 高者啊 你高傲的人 你就很像你要過這條河 你知道危險啊 你知道危險 然後那個人力渺小 但是你能安然度過 高傲者啊 就是暴虎紅 平和的一個蠻友 自以為能力會勝天 這個就是會有危險 像社會新聞也會常常發生啊 就是下雨天啊 太空天啊 怎麼樣都去登山的 都是危險 他就是他沒有審視多事 他沒有看 他環世周圍的一個環境的情況 他冒然的而出去 所以我們前天君子呢 用色大專會急是因為我們悲日目 所以我們要常常提醒自己啊 不要那個讓自己太那個懶善了啊 懶意了啊 要常常回來回光返照來學習啊 像兩次有課啊 我們就趕快上線來聽一下 下一個 謝謝 然後第六二搖就是 你慢慢的 我們疫情等下是都有教導 我們疫情有三個東西 食為德嘛 德 我們先從德開始 像我們剛剛講說千德 千德就是我們本世去留的嘛 只是被障礙處理 我們把德拿出來 那食呢 就是那個我們要省食多事 看是你現在的位子 你現在時間在哪裡 在食為 食為德嘛 就是食為德餐者要合一啊 跟我們信心聲要合一啦 以氣象要合一 就是你時時時的守住你那一顆本心 然後你知道你現在的位子在哪裡 你的光明的自信就會出來 那我們六二講的是明簽就是徵集 徵集中心得也 我沒有看到喔 徵集 徵集啊 簽 明簽徵集中心得也 為什麼是真心得也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喔 明簽徵的那個自信本心 都拿的守住的很好 這樣就是我們也提到啊 分子謙卑柔得慰而居中啊 他是六二搖嘛 六二搖是不是在中間 他又是柔又是德慰嘛 柔得慰 然後上面他又呈九三搖 九三就是這個陽搖 比較有力氣比較剛的 所以他唱和兼聚啊 他我們就是同行在這個 比如說同行在修辦的路上 或同行在公司、學校 大家一起合作的時候 是不是要九搖 大手、小手啊 然後我們要和氣嘛 那和氣的時候 你六二柔得慰的話 那你要上前九三搖 你上面有一個可以來給我們當依靠的啊 那六二甚至也要跟六五也是來合作 就是這一個 這是一個團隊、一個合作的 我們人在世上 都不可能是一個人 都是一個團隊往前行 所以我們的謙卑的那個自信要所得 羅德慰居中上乘九三能唱和五千啊 那這邊的零 這邊零有很多的講法 我過去念一下 一是求問、您是您教 您就是形容求問之極切 就是發出的那個求救神的 然後第二個是呼應、回應、唱課 是您課在於其子和的意識 就是有回應 有人有叫有回應這樣子 歡呼好放好放這樣子 所以初六的話是 天子用功來修煉清非的階段 到六兒的話 就是修 突然有覺悟了 修煉有成 故經經叫了起來 然後您的名聲名欲、謙謙 謙虛的名聲聲都被看到 被聽到了 就像我們剛剛出入 我們道場的時候 慢慢地學習 那可能過一段時間 情年之後 你慢慢地 你都是謙卑謙虛、恭敬、惑利 然後事情你都做得很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發光發亮 叫明謙 徵集 那是因為你忠心的劣力 守住你那個正義的 你的佛心 本性 光明的執行 所以大家都要這樣謙充字幕 要隨時守住這個 那來到九三寮 九三寮會比較三個列面是 因為九三寮就是六 我們這個謙寮裡面 唯一的一個洋洋 他是勞兼君子有宗旗 就像我們成了剛才的 明謙六二堯之後 你有了一個發揮舞台的一個機會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更下功夫 而且要承擔更柔 人家不願意做的你都會去做 而且你都會做得很好 這個叫勞兼有宗 有史有宗 而且只有君子你能做得好 君子每個人都是正能君子 每個人都是有德行 千宗之日 智慕的一個君子 他就會做得很好 這個叫集 所以這個項啊 這個項曰 這個項就是在解釋這個饒詞 他說勞兼君子冠名服雅 那大家都會服從啊對不對 你做得很好 又安排得很好啊 就是面面俱到啊 那是不是 勞兼君子冠名服雅 所以 那在那個細詞裡面有寫作 勞兼君子忠之吉 那子冤呢 勞而不發有功而不得厚之治也 以其功下仁者也 得言勝 以言功 先也者治功以存其味者也 這意思也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你很辛勞很辛苦 但是你不居功 我們會功成而服居 然後退在之後 把這個功德都給別人 都是你啊 都後學都沾你的光啊 我們都是你安排得好 我們做得很好 這就是我們功 但是不居功 厚之治也 你就你的德性就展現出來了 厚德就出來了 阿娜這個 以其功下仁者也 你的厚德就很公正 你的理貌 你的言行 你的公正 是你的謙就做到位 所以這個謙裡面有一個就是 從你內心發出來的 含了一個恭敬的心 你才可以做到位 可以做到位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謙虛 這一個勞謙的這個 九三養 他就是一個辛勤辛勞苦行式的 謙卑感化眾神 因為有時候 剛才有提到說 兩次有提到聲教 言教跟聲教 哪一個比較入門心 一定是聲教 你一定要帶著做 比如說這個地怎麼掃 你先掃給他看 這個敗殿怎麼用 怎麼排 是前嫌就是帶著候選座 或是自己在公司 或是就是帶著部署座 或是上面怎麼做 我們就跟著他怎麼做 而且人家做一我們做死 人家做死我們做白 這就是勞奸 那你這樣的一個謙卑 敢化群眾的時候 大家都心無口福的來追蹤 所以師谷賣勞謙虛對不對 最重要是不居購 不居購 實之以恆 有始有終就是有極 實之以恆 那這邊要特別提到就是說 這個是 我們這個是 坎化的忠謠 就是我們中間 中間的這個謠 這個也是一個坎 這個坎化的忠謠 是勞化裡面說的 說那義經裡面有忠謠 這個都有解釋過的 我們就再說了 謝謝 來唸 那在時間 時間還有位置 會來到六四遙 你經過的初遙 二六 初遙、六遙、九生 來到六四遙 你人生的斷念來到六四遙 你是已經有一個成 它的一個位置叫徽賤 那徽賤你無福利 為什麼你會無福利 因為你誤為哲也 最後面我們再打念一次 像約無福利歸遷不為哲也 不為哲也就是 這個哲就是規則 宇宙天地萬物有一個規則 然後這個道就是禮 就是路 這個規則也有 然後道場有道場的規則 每個佛堂 每個每一堂課歌 有不同的規則 我們不違背這個規則 那也不違背這個謙卑的法則 剛才都有提到謙卑謙虛 謙卑再謙卑 就是功成而扶居 會之後 你不違背這個規則 你就是怎麼樣 無福利歸 歸千而不為則也 這個美德就會在你身上落實掉 是你真的有做到位 好那六五來到六搖的話就是 不負乙其林利用七八無福利 六五跟上六搖 等一下再請別人是指跟補充 因為這指叫我們來 不負乙其林利用七八無福利 就是說 相約他這邊有提到中部服也 不服就是說 你不服啊 那我要利用 我要發動這個清法 就是戰爭 這個侵略來討伐你 這樣你會服嗎 不服嗎 所以不負乙其林 就是我們不用金錢財物 來這個什麼 來討好人家 我們是用我們的德性 來感化人家的 好那這個六五搖 他是一個尊位 是一個求武至尊的一個尊位 叫軍位 軍位能以謙虛懷柔 來收服身邊進駐的人 因為這個六五他不是九五 他是一個六五是一個陰陽 他是比較謙虛又懷柔 他可以來收服他身邊進駐的人 原貌不服的人 但是旁邊裡面還是有人不服 這個時候你還是可以啟動你的什麼 武力來討伐 那先這個在古代 剛才前面有提到 在古書裡面有這個奸也有奸 就是奸併的意思 國家的奸併 所以六五跟上六講的是 奸併其他國家也說得通 那不服其林 傳統解釋是以不以財富來驅使鄰居 鄰居是指什麼 六四跟上六 就是圍繞在你身邊的 驅什麼呢 不能去侵罰不服者 相對於負以其林 以財富來驅使唯一的施力 不負以其林 是以字句理念來驅使 就是德行來感 大家有知一懂 不要我們愛好得理 不動用武力這樣子 好那再來就是來到上六 上六是名簽 名簽是利用詩 利用行詩生異國 征力國他有提到 項曰是名簽自衛得也可用行詩征力國 這裡有一個自衛得也 你有一個志向 你有一個想要的東西 一個一個亂 但是你都等不到 你沒有辦法完成 但是你又已經來到最高 最尊的這個上六了 上六是人生已經到最高了 所以什麼都經歷過的 你已經來到最上位的這個 名簽的時候 這個上六搖的時候 你也只能怎樣 可用行詩來生異國這樣子 那這個上六的謙虛是極高的 所以他講的是謙卑在謙卑的最高的謙卑 那提到的是這個是虛擬 他不是真的 因為他不在那個六五的自尊的位置 他是這個沒有實權 是虛假的圖具虛擬的 只能嘴巴講講 沒有發動實權的一個權利 所以就是進駐人都無法信服 只好交由鼓勵來鎮壓 那這個提到就是說 你還是要回光返照 你也是要檢討自己的實力 可以的時候再再行 下面 那再講到這裡 就是已經 他講的都是周恩一輪 就是文王的周恩 那現在來到我們 白羊期的白羊液經裡面 我們的白羊液經裡面的 這個訓中訓 我們初六六九三好 大家下一頁 他上一頁好了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念一下 我們白羊液經的那個 這個掛詞 先請 定三天 初六 千天為德 六二 先以致用 九三 人之用 何為位 六四 恆志者成 六五 行之為盛 善六 知行令眾 下一頁 那這個那兩字其實也有介紹 因為我的同學的資料 都是領團師裡面書本的資料 我們當一個圈圈君子 就是那提到 我們這一門課程是什麼 涵養生命的高度 就是要來提升我們的智慧 那大家還記得嗎 怎麼提升的智慧 可以堅守正道我們的本心 佛心 刺心 執心 光明的本性首度之後 然後如何顯現出來的 那就是千千君子 那千千君子的一個顯入之後呢 就是有這些 剛才有提到六爺階級啊 宗生慕景 美德千千之等而百事順利啊 直到一下就好了 跳過 好 那這個也唸了 好 再來 那我們的白良易經的初冠 它是千千為德啦 千千為德 那它的謠詞講的是這裡 這個綠色的我們一起唸 輕力重益勝已成 易會致用顯得倫 這個也是易經 我們白安易經是 濟公道師顯得很好 濟公道師他告訴我們這個道理的是 輕力重益 輕力重益勝已成 你怎麼樣成勝成賢 你要輕力跟重益 就是重視的意 放下你的財民力 你的這些外啊 這些成啊 都不是我們所應該追求的 那這個意呢 就是好事我們要多做 我們要做什麼好事 幫助別人的好事 來彰顯一下我們的這個君子 對不對 我們君子才有辦法做到 那我們如果當君子 就是改變觀念 我們要改變觀念 所以我們要學修講喊行 我們要常回國堂來聽這個道理 翻轉一下我們人生 我們人生就是從求到那的時候就開始 那如何提升呢 一定要在自信下功夫 還有查看研究易經 那易會致用顯得倫 顯得倫 你這個易會致用顯得倫 你的那個公民的自信 德性就會出來 所以我們初六搖講的是什麼 學習謙卑虛心受教 學習做一位謙謙君子 要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 然後你才能克服困難嗎 剛好我們周易的那個初六搖 他是那個色大傳馬 是擠馬 那為什麼他會擠呢 他謙卑自目 他很認真的學習 那我們白牙液經更進一步的 激光老師教我們的是什麼 輕力重益 盛禮成 益貴致用顯得倫 好 再一點 然後來到第二搖就是 白牙液經講的是 賢以致用 來對那個搖子律的為景念一下 人先並行為道者 先為德至人為用 我們找到我們的謙 找到我們的自性 我們那個德性的時候 我們這個德要怎麼發揮出來 他是人跟謙來並行 然後就是我們依道而行 我們的道是人跟謙 那謙為德自用為人 所以我們這主要是要把 我的人跟謙並用來做出來 他這邊有提到 像我們六二搖講的是靈謙 我們剛才有提到 我們持續來到六二搖的時候 他是名謙 那名謙就是你 站在你一位初遙的千謙君子之後 來到六二搖的名謙的時候 你如何來 在白陽期的時候 如何來實行呢 就是要有一點真心 然後人謙並做並用 然後人謙並行 假如常常講 你慈悲心得來行謙卑 那書裡面的故事 就不說了因為沒有時間 他來告訴我們的一個提示的話 就是做到內心謙下 成於中行以外 你要一點真心 成於你發自內心的一個謙虛 謙卑來行謙 你的這個正中的這個重心 人謙並行前以之用 你這個才是受到 真正的重心 在九三搖就是 人之用何為貴 然後他的搖詞 我們一起唸一下 八而十字中道 喜何意在萬里容 好 然後我們剛才提到 這個九三搖 九三搖是很重要的一搖 你翻轉人生 你這個九三搖 我們這個謙話是 人之何 人之用何為貴 那發而不失 自中道 一樣就是那個 我們的中心的一點零 我們那個自中道的 這個中和 中道 佛性 發不失 就是我們不離開我們的狠性 易跟禮在 易合理 我們要安住在哪裡 禮跟禮 那我的萬里就會融合 譬如說剛才有提到 比如說賞廁所 廚房很辛苦對不對 或是說 我們進來裡面聽課 但是那些廚房煮的 因為我們辛苦的一個主食 那他就是有發揮到 那個人先勞見 而且他會很和氣喔 剛剛其實我們一直強調這個 這一個話是水能 水能他除了比爭以外呢 他還有一個重點 不油 他已經找到了那個自信 我為人人 人能為我 所以我是要服務眾生的 我要把我的光明的佛性發出來的 所以我要跟水能一樣 我是主於低下 我不爭 而且我善於來處理事情 那我不有 我不願有 所以是發而不失 至終而離合意在萬里隆 萬里隆 其實這個書裡面也提到就是說 五教同緣 三教同一緣 那你跟你都一樣 你義跟你都一樣 都是由上天老母那邊來的 所以你行錯了千 也沒有分別說你比較厲害 你這個比較好還是什麼的 所以要發不失 發而不失至終而離合意在 那這個就有講的 配慮過不太 好 那最後呢 這個也被拿掉 好 再上去 好 這邊就是說 我們的九三秒 我們白狼意境這邊有告訴我們說 你在點出通幽 禮和 意在 在這個中間 你才可以達到萬事 榮風 無愛 就是守住你那個一 那我們再用這個一來行刺 我們守戰的路上就是禮跟意 禮跟意正上面 不違背這裡 那你的鋼你要怎麼用力 就是在這裡用力 你就會合乎道理 合乎意理這樣子 好 再來的話就是六四遙了 六四遙就是白曰逆經的那個遙止 我們來講解念一下 大家念一下 君子禮之以品行 得用道長情其忍 好 這樣很重要喔 這樣很重要的部分 這個是在講一個 這個叫隱的啦 學行長情其忍啦 你在感動人心的時候 在付出的時候 你默默的做就好了 默默做的話叫隱的啦 君子意之以啦 你守住你按照這個意行來做 然後你用這個道行這個忍 都是默默的做 所以我們白曰逆經告訴我們就是說 發揮謙德者要有肯定的志向 如果用道來行德 用常來行忍 見德如通 引德 見功 這樣很重要喔 就是說我們不居功啊 我們好像要見這個功德的時候 好像很像小偷一樣 好被人家看到 所以這個恆治者憲 恆治者憲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恆治者憲啦 就是你要把你的這個 這個牽掛 這個牽掛的青天君子發揮的時候 守住牽德 你要無往不利 無往不利的話 你就是這樣 有這樣的一個牽德 而且你要有立志啊 你不要人家做這麼辛苦啊 欸沒有人來讚美喔 不想做啦 那就是這個我們講的三月不為人啊 聖能可以我們一起 所以我們慢慢學好 下一個 再給我一分鐘 那六條講的就是說 最後已經來到六 六五還有上六喔 六是行之為盛 他的這個牽詞我們念一下好了 舍藏行用之以智 德之行以忍千本 這有剛才提到就是 這個六條就是不負以其理啦 利用親法無不利啊 那就是這個忍千是我們那個 千天君子的一個本性啊 所以我們就是不用錢去誘惑別人 我們要怎麼用德性來感召 要靜悅遠來啦 很遠的啦 好像一直是很有德性 我那麼遠也來的 阿妹妹靜靜的你也來的 叫做靜悅遠來啦 舍藏行用之志 德之行以仁千為本 所以仁千為本就能感召大家 去和大家一起 這也是一個和一個團結 一個象形力的象徵 那最後來到我們上六搖了 上六搖是知行並重 我們白昂已經講的這個搖詞 我們唸一下 若是知知行以仁 常人自賢以千行 這個剛剛都講得很清楚的 所以在上六他是高調的謙卑 但是也不是真的很謙卑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說 要常人顯智用智慧並存人心 那最後的話 小愛的後選一點點小心的就是說 學修講範行的狀況 譬如說我們剛才牽掛 初遙到上六遙 大家就想一下 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確實做到 叫做我們學修講範中 實時反觀內置行 牽得是道的諸貴 是牽牽為的 文職兵兵 牽屈牽下 由內心下功夫 成為忠協以外 內心為我們自覺決斷 大家一起回禮天 好 或許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今天已到了 我簡單再做一點點綜合 這個牽掛 對我們最大的啟發是說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有一個 簽的一個修養 但是這種修養必須要成為忠協以外 要有一個慈悲心愛心 所有的基本的條件 就是說我們對一個人簽功的時候 一定是花式內在的 那一份觀法 觀愛 那一份慈悲心 這樣你行出來的 那個清空有影 人家才感受得到 才真正能夠感動人性 這個事情掛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好 那我們 早上的時間就到這裡囉